109年全民运动会彰化县代表队 勇夺13面金牌、12面银牌及16面铜牌 总计41面奖牌 较107年夺金项目更多元 同时也在22县市中获得第8名的大会奖 彰化县政府13日举办庆功宴 县长王惠美表扬机优选手及教练 并颁发奖助金共计871万元 勉励选手们再接再厉再创佳机 怎么样让这些选手能够更无后顾之忧 怎么样来结合一些企业来跟他们做赞助 这方面县政府也在做通盘的一个考量跟努力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选手 平时要非常辛苦的练习 然后在大赛的时候为我们彰化县来争光 再次的利用机会感谢他们 也其余许他们都能够突破自我再创佳机 那对我后续而后的期许跟规划 希望在部队中也可以去推广推手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也学了十几年 那希望如果有机会在部队也能做推广 那有朝一日也希望说 能让自己继续在推手这块持续的去贡献跟付出 然后去做发展 县府将募款筹设运动发展基金 驿助运动选手 特别是清寒家庭运动选手 让选手们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安心训练 期望借此留住人才 努力成为国家甚至国际的体坛巨星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